旁边大家好 现在进行的是中超联赛 2022中超联赛第26轮 河南松山龙门主场对阵武汉长江的比赛 非常漂亮的任意球啊 在这个区域实际上犯规给了河南松山龙门 会打成非常漂亮的任意球 你看这个球滑过这一道完美的弧线 越过了任强 打了一个进角 这个晚上江的门家张震强实际上 这是个机会啊 打门了 还有浩子昌 张震强上半时啊 位置有点靠后 这可能也是哎呦 这这一马上一个反跑 进来了 哎呦 这球立鹏 立鹏的一个犯规啊 看一下啊 看一下啊 应该是立鹏补过来了 是吧 立鹏补过来了 这个卡兰加突然一大扣变相 进来 要有V2看啊 这个球呢 立鹏是不是踢到 因为这个镜头过得太快 我实际上也没看清楚 你看是吧 再看看啊 但是这个量情应该怎么处理 这个视频助理台湾交给了主裁办 应该还是踢到 是吧 就是裁判员看的这个 他应该是能看到直播的画面吧 所以他这个回看 他其实能看到啊 应该是有点球 没有啊 没有点球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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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员没吹 然而紧接着一次 四欧 哈 哈 一次手球咱们也没有表示啊 这个 当时刚才那个球权是谁的 是河南队的球权呢 还是去河南队迅速抢回来的球权 然后马上啊 组织了一次 更快的一个进攻啊 啊 这是回看的这个 这片段有点短啊 没有给之前那个手球 那个 片段 小球打得很漂亮 一脸下来 准备远射 这是个机会 这是个机会 越位 越位 这个球 是给的是谁 是越位啊 这条线画出来 没什么问题啊 越位啊 被吹掉了 被吹掉了 势必呢 就会 可能有犯规啊 就会有一些定位球 不过河南队还要打 反击快了 这球应该给了点球吧 这球立鹏回追 不过这个球啊 但是看看有没有牌啊 有牌 是吧 把这一个变相已经过掉了夜中秋 确实已经是接近单刀了 然后呢 立鹏还是回追 这个球没辙啊 身后呢 推倒了 卡兰连加 最后裁判员判罚了点球 这个卡里略实际上就 没必要去跟他去争这个球了 卡兰连加 被门将扑出来了 远门住这儿出界 打了一半高 但是 晚长江的门将张震强 王上元进球 现在 比分变成了3比0 王上元去上一场比赛之后 这场比赛的表现依然非常的出色 现在 韩联队要有一个进球了啊 卡里略啊 中间拿球这下不错 哦 卡里略呢 吸引了武汉长江后位的防守 特别是夜中秋 然后呢 马上 陈克强 切入去 进一个小的直c 自己打门 被门将扑出之后 别犯规 别犯规 哎哟 啊 球球 谈边张磊 吹响了全场比赛接受的烧音 对 小时